3月15日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央视也在一年一度的315晚会上 曝光了苹果公司在售后服务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在3月15日晚8点20分 何润东也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条怒斥苹果 苹果竟然在售后玩那么多花样 作为果粉很受伤 你们这样做对得起乔帮主吗 对得起那些买了剩的少年吗 果然是电大七克8点20分发 但是有意思的是 这条微博最后的8点20分发 与前文没有什么逻辑关系 更像是一个计划提示 而在晚上10点左右 何润东再次发布了一条微博称 自己是被盗号 现在是我何润东本人 有人盗用了我的账号 发了上面一条微博 有谁能告诉我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太扯了 随后这条微博也引来网友的各种吐槽 太扯了 你这条就别发了 打你假 你可以换团队了 团队智商捉急 大概22点30分发 当然也有粉丝力挺何润东 是无辜的 还有网友感谢何润东 让严肃的打假晚会 变得欢乐不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